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女朋友男朋友最一开始两个女孩 正必几乎表达全校女孩新生的句子 从来不仅仅受用于当时那个戒严时代 尽管如今血汗换来的民主早已争取到了首多年 那时两个女孩呼喊我要穿短裤 却仍然完全可以换成任何象征实代表制的句子 你心里想什么 它就成了什么 像最近也许就会是 我要呼应平权 我要起点假 我要 解言从来不代表自由权胜利 戒言却从来挡不住自由 横跨三个时间轴数说林美宝成中 两王星人三人之间纠葛的爱情 片头片尾呼应着家的重新定义 借着三人个性的不同 浮沉在同样一个政治变动年代 各自选择各自妥协 也各自推浪导致的差异与不同的未来样貌 爱与自由 爱与平等 爱与友爱 发生在政治眼皮底下 政治可以挑战 威权可以推翻 民主可以重新诠释 但是有些东西争得到 有些东西争不到 有些东西我们以为争到了 其实却是失去了 林美宝和成中良是各自的镜子 在这段爱情旅途中得到的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们是同路人 在长堤上等待 到头来却只是独撑一把伞 也不知为何等待 等待一个明明生之不会来的人 累了倦了 总不免需要别人来帮自己撑伞 但最后 不如就让雨落下来吧 比起简不断理还乱的爱情 民主容易多啦 民主也真道啦 民主甚至成了搭上就从此翻身的列车 但新一轮民主与平等的思潮继续拍打着海岸 承袭前人的脚步继续追求更符合实在价值的公平正义 威权和民主的抗衡从女朋友男朋友中反映出他从来是不断变动的 自由与平等亦然 天平左右不断高低起伏相互制衡 天平的两侧内容也不断变动 也许今天你在左 一回首 已经成了右 只是无论这天平怎么变动 平衡是智慧 平衡是大事 女朋友男朋友三角关系的纠缠多年终究比那始终还在前进 所谓追求民主的历程还要长 因为民主能够动态平衡 爱情维持平衡却只是伤人伤己 宁美宝城中良王星人三人中也就只有一个人不那么痛苦 如台词说的 一个人穿两双鞋 送丢利 事实是另外两个人连鞋都没得穿 表面的和平终究会被打破 爱情也和政治有着微妙的相似 不对等就慌乱 不对等就难沟通 只当面对到现实 面对到家庭 才必须停下 家就是爱情的现实 总是扮演爱情的终结 扮演爱情结束后新一段开始 扮演那个让人意识到这东西不能跑一辈子 累了总得停下来 他们早该停下来 停下自讨苦吃的傻 停下自讨苦吃故隐自怜的那个现实 现实是 我们从来都不会自由 因为自由的代价太大 不过至少2012年的夏天 春光明媚 而我们知道 陈忠良是美宝两个孩子的爸爸 本来不想骂人 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骂王兴忍真心渣 也许就会是 我要婚姻平权 我要齐天假 我要 解言从来不代表自由权胜利 戒言却从来挡不住自由 横跨三个时间轴数说 林美宝城中梁王兴忍三人之间纠葛的爱情 片头片尾呼应着家的重新定义 借着三人个性的不同 浮沉在同样一个政治变动年代 各自选择 各自妥协 各自推浪 导致的差异与不同的未来样貌 爱与自由 爱与平等 爱与友爱 发生在政治眼皮底下 政治可以挑战 威权可以推翻 民主可以重新诠释 但是有些东西真的到 有些东西真的到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女朋友男朋友 最一开始两个女孩 正必几乎表达全校女孩 心生的句子 从来不仅仅受用于 当时那个戒严时代 尽管如今血汗换来的民主 早已争取到了首多年 那时两个女孩呼喊 我要穿短裤 却仍然完全可以换成 任何象征时代标志的句子 你心里想什么 它就成了什么 像最近死潮 继续拍打着海岸 承袭前人的脚步 继续追求更符合 实在价值的公平正义 威权和民主的抗衡 从女朋友男朋友中 反映出 它从来是不断变动的 自由与平等亦然 天秤左右不断高低起伏 相互制衡 天秤的两侧内容 也不断变动 也许今天你在左 一回首 已经成了右 只是无论这天秤怎么变动 平衡是智慧 平衡是大事 女朋友男朋友三脚关系的纠缠 多年终究比那始终还在前进 所谓追求民主的历程还要长 因为民主能够动态平衡 爱情维持平衡却只是伤人伤己 宁美宝城中两亡新人三人中 也就只有一个人不那么痛苦 如台词说的 一个人穿两双鞋 送丢利 事实是另外两个人 连鞋都没得穿 表面的和平终究会被打破 爱情也和政治有着微妙的相似 不对等就慌乱 不对等就难沟通 只当面对到现实 面对到家庭 才必须停下 家就是爱情的现实 总是扮演爱情的终结 扮演爱情结束后新一段开始 扮演那个让人意识到这东西不能跑 有些东西我们以为真到了 其实却是失去了 宁美宝和陈忠良是各自的镜子 在这段爱情旅途中得到的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们是同路人 在长提上等待 到头来却只是独撑一把伞 也不知为何等待 等待一个明明生之不会来的人 累了倦了 总不免需要别人来帮自己撑伞 但最后不如就让雨落下来吧 比起捡不断理还乱的爱情 民主容易多了 民主也真到了 民主甚至成了搭上就从此翻身的列车 但新一轮民主与平等